一点忧愁仿佛新有千千节 这是林权会之前 洪秀柱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主持立法院国事论坛 离开之前还挥了挥手 比出加油手势 仿佛意有所指 随后柱节立刻闭关 传出被安排林权会上面 第二位上台致辞的他 已经拟好光荣退场宣言 定调大是大非 即使满腹委屈 也不对党中央口出恶言 从下午三点钟正式开始的 废止洪秀柱 参选提名表决流程 原本为了避免尴尬 洪秀柱打算提早离席 但后来柱姐决定 要全程参与目睹废助流程 直到结果出炉 我尊重洪副院长那边的决定 国民党中央依旧保持尊洪态度 而就在林权会前一晚 洪秀柱再度有动作 柱柱姐要加油 希望你能挺住 柱柱姐加油 柱柱姐是一个很有正义感 很善良的人 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 我们挺住到底 软性诉求选民声音 不同于以往的坚持 洪秀柱敢用感性语调 表达理念 我希望可以改变 我所有的政党 我希望给国家 有正确的套路 让我们再次的奔起 参选总统之路 提早下台一举功 洪秀柱为了国民党 占到最后一分一秒 捍卫蓝营的初衷 未曾动摇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我希望你能够 謝謝